泰国是整个东南亚中最会拍恐怖片的 敢看泰式恐怖片的个个都是狠人 不仅口味住 而且全程让观众肾上显速飙升 赶紧拉上你的大冤重棚 一起感受一下 故事从这家三口开始 梅姐是个单亲妈妈 每天起早贪黑赚钱照顾两个孩子 小泰天生左腿残疾 这无意让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更不幸的是 一天晚上梅姐下班的时候还出了车祸 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下了 这是一个陌生男人急促的来到小美家敲门 男人自称是他们的外公 外公将母亲出了车祸的事 告诉了姐弟俩 但姐弟俩从来没听母亲提起过 自己还有个外公 这时医院打来电话 小美这才相信母亲出了车祸 很快外公带他们来到医院 母亲一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一时半会也起不来 为了照顾姐弟俩的生活起居 外公叫他们搬来和自己一起住 但刚搬来第一天就出事了 小泰在墙上发现了一个黑洞 他好奇的凑过去查看 里面后然出现一个阴暗可怕的房间 这时房间的门突然自动打开 小泰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姐姐 但小美认为应该是隔壁邻居挖穿了墙壁 人并没有怎么在意 到了晚上 小美将墙洞的这件事告诉了外公 想叫外公把墙洞堵上 但奇怪的是 外公根本看不见这个洞 还叫外婆过来一起看 小泰还用手指着黑洞 但外公外婆坚持说没有看见 外公以为这是姐弟俩的恶作剧 于是气冲冲就走了 这时外婆突然看着墙上开始说话 这样姐弟俩彻底慌了 墙上明明没有中啊 外婆是怎么知道是八点的 小说越想越不对劲 为什么他和姐姐能看见那个墙洞 外公外婆却看不见 是不是这个房子有问题 为了见证是不是他们说话 于是第二天小泰把同学带到外婆家 他指着墙上的动物 同学能不能看见 但同学的答案还是没有 听到这话小泰越来越困惑 忍不住又向洞里看去 结果又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 一个女孩站在洞前 嘴里不停地冒着墨水 这把小泰吓得不轻 同学见状还嘲笑他 但同学好奇心很强 他以为洞泰小泰看不见 于是他凑近一点检查 结果 看着满手鲜血 他以为是小泰推的自己 不管小泰怎么解释 但同学就是不相信 看到小泰即将被走 小美突然回到家 这才是两人的矛盾 没有继续恶化 然后同学就气冲冲地离开了这里 小美看见同学留下的血迹 怕外婆回来看到 于是拿出毛巾 就和弟弟一起把血迹擦干净 刚刚擦完外婆就回到了家 外婆问是谁受伤了 小美安慰说没人受伤 但即使血迹擦得再干净 在外婆眼里像没擦过一样 然后像疯了一样抓着小美 说一切都是弟弟造成的 还说要把弟弟赶出去 但过了一会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可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墙壁看 说时间到了 自己要吃药了 姐弟俩都惊呆了 墙上显然没有钟表 到了晚上 姐弟俩被一阵叫喊声吵醒 起窗一看 发现外婆倒在地上抽搐着 外公似乎都习惯了 她让姐弟俩回房睡觉 她留下来安抚外婆 但到了第二天 外婆就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完全忘了昨晚发生了什么 还给姐弟俩精心准备了早餐 但只有小泰纳粉有牛奶 外婆说喝牛奶对残缺的脚有好处 另一边 外公来到警察局问一下 女儿是谁撞的 原来外公是一位退宗教 得知开车的人是一个 当地房地产大亨的儿子 还是醉酒驾驶 外公当场就发飙了 他扬言不管他爸是谁 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 另一边 姐弟俩在沙发上玩手机 墙洞里突然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小妹凑过去一看 发现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在爬行 她还以为隔壁的女孩受伤了 还想着过去帮忙救援 但被小泰叫入 说那边的根本不是人 而是鬼 小妹不信邪 她又对着墙洞看过去 果然 她看到了鼻青脸中的鬼脸 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 更可怕的是 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吐血 这一幕吓坏了小美 她让弟弟以后不要靠近这个洞 但晚上姐弟俩睡觉的时候 小泰突然被什么声音吵醒 想起今天下午看到的东西 她赶紧用被子蒙住了头 等周围完全没有动静后 她才小心翼翼地打开被子头看 却看到女孩坐在姐姐的床边 这天晚上之后 小泰就生了一场大病 小妹早上叫她起床 发现弟弟脸色虚弱 还流出鼻血 小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让弟弟先在家好好休息 但她一去上学 外婆就突然来到了房间 她给小泰端来了一杯牛奶 还要小泰喝下她才啃子 正是从这一刻起 她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小美放学回来后 发现弟弟的脸色苍白 小泰觉得是搬到这里来才生病的 而且总感觉墙上的洞一直召唤着她 嘴里还喝出一大口气 小美担心弟弟会有生命危险 赶紧拨打电话给外公 外公回来后 姐弟俩迅速把墙洞这件事告诉她 但外公一再强调说没看到墙上有洞 于是她用一旁的柜子拉过来 把洞堵住了 以为堵住看不见就会没事 然后外公进房间拿出她的配枪 去干一件大事 原来撞她女儿的人 找了一个替死鬼帮她顶碎 看着凶手还逍遥法外 于是外公在一条隧道把凶手拦住了 凶手还肖战的说 自己的老爸是大哼 但还没说完就被外公拉下车 就是一顿走 事后拿出高度酒 这时 在医院的梅姐姐也醒了过来 她从医生口中得知 自己的孩子去了外公家 她彻底慌了 赶紧挣扎着要逃离医院 另一边 姐弟俩刚睡着 橱柜就无缘无故地倒了下来 姐弟俩闻声赶来 又看到了那个强度 在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 外婆突然出现在身旁 看到外公不在这里 她终于把真相告诉了两姐弟 原来外婆一直能看到这个强度 也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奇怪声音 这声音折磨了她15年 原来15年前的某一天 一家正要出去玩 但因为小美的姐姐小雅天生面不激情 只能让她和父亲待在家里 她想和父亲玩桌迷藏 父亲也同意了和女儿玩桌迷藏 父亲让她先去藏好 于是小雅就藏进了楼梯下的壁橱里 没想到把自己给锁在了里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雅急切地拍着门 但她父亲喝醉了 完全听不见小雅的叫喊声 一家人回到家时发现小雅不嫁 等他们找到小雅时 已经死在了里面 她又可又又把老鼠药荡成糖浆喝了下去 外公见外孙女死后 把事情都怪在她父亲阿伟身上 她抓起阿伟的头发 把整瓶酒倒她脸上 阿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被外公一枪爆了头 墙上这个洞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事后她还把现场伪装成自杀 小雅的事情就这样被压了下来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时小太突然可出了很多心 小美想让外婆把弟弟送到医院 但是外婆坚称弟弟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她给弟弟端来热牛奶 让弟弟喝了牛奶再睡 小美觉得她疯了 这个时候还喝什么牛奶 她想阻止外婆 但外婆强迫给小太灌奶 这时小美弟妈妈及时赶来 她一进房间就觉得不对劲 她赶紧想带着姐弟俩离开 碰巧这时杀了富二代的外公也回来了 外公不允许他们离开 这时小太又开始喝血 小美告诉母亲弟弟 已经渴了好几天了 但外婆还逼她喝牛奶 这时小美突然想到一些事情 她想起了强动里的女孩 也一直在喝血 想想这几天弟弟的症状和小雅的一样 她问外婆给小太喝了什么 外婆坚持说是普通的牛奶 结果被一股力量将牛奶打翻在墙上 此时小雅正出现在小美身后 这时美姐才明白了一切 原来女儿小雅根本不是被丈夫杀死的 而是被小美弟外婆给她喝了有毒的牛奶 因为外婆不喜欢不完美的孩子 小雅脸上有残疾 所以她经常逼小雅喝下有老鼠药的牛奶 而那小雅躲进壁炙那天 是外婆锁上门的 这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现在她开始对小太瞎说 因为小太也是天生左腿残疾 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母亲终于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但她没有选择报警 原因完全取决于血浓雨水的亲情 于是她和外婆彻底断绝了关系 带着姐弟俩离开了这里 既然走后不久 该来的总会来 死去的小雅从壁处走了出来 直接一口墨汁喷到外婆脸上 外公听到声音赶来 发现妻子的身体奇怪的扭曲起来 然后外婆突然转身 她被死去的女婿俯身 愤怒的指责外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胡乱开枪 但外公这暴脾气早已改变不了 管他人还是鬼杀就完了 但发现被杀的并不是鬼 而是自己的老伴 外公知道是时候赎罪了 后悔的他最后也吞枪自杀 故事的最后小美也不再怕鬼了 因为她知道那些鬼是别人日夜想见 也见不到的人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是东叔 感谢收看